草屯鎮平陵里内三处巷道长达三十多年 曾被修缮过 导致路面出现许多坑洞 县议员李周中与检井贤议员陪同县长前往会堪 会堪后县长也允诺将会立即施作改善工程 平陵里啊 这终路和我们行都啊 都差不多二三十年了 做到这次都没还烦过 这路面的电话都会变一变 就刚好组出来组出来 真的严重了 所以今天来会堪 大概有三条路 都很需要啊 还来徵修 因为我们的立场很用心 就一直在徵促 让我们这个立场 这出一个道路更好走 千议员李周中感谢县长的施政作风 也希望改善后的路面 可以让居民心得更安全 我们路面三条的这个需要 因为都随害了 影响到我们行事的安全 我们立场即刻来把我和甘金行议员来欢迎 我们冠军 以想再近的速度 来邀请管长来行政会议员 今天很感谢我们来行动宪长 全我们的这个战斗力的 现实来看 我们三条都会花400几万 可以做好我们的乡亲 这个行事的安全 让我们这些乡亲都很欢迎 嫌疑员简锦贤希望改善后的路面 居民可以共同维护 我们也很希望做好大家保守 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管长 感谢我们的社里长 我和市长议员 绝对专业来进出专业来配合 地方一定要欢迎 地方要走路好走 需要大家来共同来为何 我相信说 我们的行动现场 还有我们这么好 得悠的这个里长 我相信 我们平安里 绝对是最欢迎 最进步的 里长也感谢县长与预言的帮助 让这三十多年 成为修缮的路面得以改善 很感谢我们管长 来这里的我们平安 所有的这些路 已经都30万年不空 感谢李市长议员 我们甘庆園议员 来这里给我们支持 让我们这些路的顺利完成 没有我们八成也有路的特别 这都30万年不空 感谢管长 李议员和甘议员 期许在县长及议员会刊过后 能够紧速施做改善工程 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也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记者六成 草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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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